大家好 每天一款失败车 今天试用整个人又很高兴 因为带大家看全新一代三系当中 最特别的一款车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325LI的首发版 它是整个三系家族训练中 第二便宜的车也是最便宜的长轴版三系 指导价32万3千9 同时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待遇 它是目前在售三系里面唯一一台不带M套件的 所以它可以说是三系里面的一股轻流 并且这股轻流看着也还不赖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325LI首发版有什么不同之处 以及它的配置情况 前脸没有了M运动套件之后 自然也没有非常大面积的黑色的蜂窝状的装饰 取而代之的是这有两道镀铬 让整个前脸看起来挺素挺清淡的 和满大街跑的M运动套件的宝马形成的比较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也放两张图 一个是M套件 一个是这个没有M套件版本 大家看一下你喜欢哪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配置方面 全LED的大灯以及这个带主动进行隔山的中网 是全系标配 这台最低配的325LI自然也有 来到侧面 这台首发版最大的不同是采用了一个密集浮条的18英寸冷圈 三系是全系标配18英寸 而M套件的18英寸是那种双五幅造型的 我们可以给个镜头摇到旁边那台M套件车看一下 而相比之下我自己还是更喜欢这个密集浮条的冷圈 这个冷圈和这个长轴巨版本的三系的侧面显得更加的搭配 更加的优雅 而长车版本这个车门确实还是挺长的后门 不过打开角度很大 上下车还是挺方便的 后面没有上一代长轴三系很多余的那个横向的镀隔装饰 让整个侧面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简洁和概念了一点 车尾同样没有来M套件 取而代之的是和车头相呼应的镀隔装饰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市场专属的T型排气 在这台没有M套件的三系上也得以保留 然后内饰 其实新三系的内饰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我这次只说这个325i首发版的内饰的一些配置 而这台车因为是长轴的最低配车型 所以我提到的配置都是全系标配 首先方向盘确实是没有M套件那个粗的方向盘手感好 前面12.3英寸的全音音表 这边10.25英寸的中控大屏 这两个屏幕得以全系标配还是非常的赞 因为奥迪奔驰他们还分大小屏的 而三系上最低配就是已经是最大的屏幕了 并且内置的是iDrive 7的系统 这边还有苹果CarPlay的无线的连接的方式 然后这边有自动泊车 上面是全景天窗 然后这里还有带缝线的皮质的中控台 上面说的都是全系的标配 此外我还想提一下这个三系的钥匙 新三系的钥匙长这个样子 它的手感是非常的好的很沉 而我X3的钥匙你看下面是塑料 这是金属 让我非常的不平衡 此外我挑一点这个车的不足 首先是三系的挡稿 它和X5 X7的挡稿的造型是一样 但是没有水晶之后 看起来塑料感比较强 另外这台首发版没有定速巡航 这是我能找到这台车 在配置上唯一一个瑕疵 那后排首先还是看空间 长轴三系的空间 前排是我的位置 后排我来坐进来 腿部有超过一拳 一拳多一点的腿部空间 第二我们来看配置 刚才说过上面的全景天窗 长轴车型后面还有靠地的小软地 这边空调是有后排单独调节温度 下面还有两个充电电源 以及氛围灯 这都是全系的标配 此外三系长轴座椅确实是 你看这个长度很长 并且以形而是往里凹的 坐上去非常舒服 也这个座椅能得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总结一下这台325LI首发版 其实你去看三系的价格表 你会发现它长轴和短轴中间的差价 还是挺多的 让长轴车型的性价比显得没有那么高 但是目前4S店倒垫的确实都是长轴车型 但是你来看这台325LI首发版 320,390价格会发现还不错 确实有更多的朋友可能会去选择戴M套件版本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台最低配的长轴三系 性价比是最高的 同时古代M套件的外观 也非常适合那些喜欢清新脱俗风格的朋友们